今天上午,刀伏、三甲、深井、冲漏、 文村五角镇的政府专绩消防队 各获守一部50700P水冠消防车 水冠消防车的投入执勤 将大大提高这五角镇的抗余火载能力 在历台山市创建智能立体消防体系的建设 上午10点,交车仪式在市消防救援大队操场举行 刀伏、三甲、深井、冲漏、文村五角镇的政府代表 以及专绩消防队代表到场参加 据了解,2018年,我市新建成的五支香镇专绩消防队 消防队站在各镇街实现了100%的全覆盖 但是,这五支专绩消防队的水冠消防车一直没有配备 省政府高度重视香镇消防队的建设 出资并通过租赢的方式为香镇配备水冠消防车 解决了消防车缺口问题 对我们各个镇的这个消防救援的装备这个大大的提升 其实也是填补了我们全台三立体消防建设的一个装备欠缺的这样的一个空白 也就是说,自今天起,我们台三已经全部达到了立体消防建设的基本要求